好的,各位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什么是点阵图,什么是向量图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是一个戒指 这戒指呢,它后面写着点JPG 这是我们一般电脑还有手机常看见的 图片格式,JPG档案 JPG档案的话,我们按一下放大看看 当你放大的时候,发现这边已经变成锯齿状 对不对,这是我们一般在看照片的时候会看到锯齿状 这就是所谓的点阵图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向量 向量绘图的话,我们会用illustrator来开启 好,那这一样是刚才那个戒指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放大下面的时候 它是可以如此的锯齿 不会有锯齿状 这就是向量的特色 好,这就是向量 也就是说刚才就是点阵图 那我们illustrator是向量图 就是点阵跟向量的差别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 RGB跟CMYK的比较 以前都使用过印表机 印表机有四个颜色 蓝、黄、红、黑 四个颜色 好,那四个颜色呢,CMYK 它颜色是越混会越脏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色光三元色RGB 好,色光原色的话呢 它会越叠越亮 一般会用到色光的设定 就是用网页设计 或者是像我们画的赖铁图 好,那这个色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使你今天做的一个案子是 大面积的底色都是蓝色的话 好,那我们如果要让标题字更加明显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它对面的色彩 使用对比色黄色来制作 好,这个就是一个色环的运用根 我们所要了解色光跟色料的差异性 好,这是RGB跟CMYK的差别 RGB是越点越亮 CMYK是越点越暗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 档案大小的认知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输出尺寸 好,这个呢 一般我们在尺寸的设定上 一般我们开启都是A4 因为一般列表机就硬A10 好,那它的理想尺寸是340 好,解析度 好,那我们 A4呢 一般呢 我们再用多大约开300就可以了 开300解析度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后面越来越大的话 当然解析度越来越小 好,然后再来网页设计 好,网页设计或者是像 LINE贴图设计的话 那个解析度 网页用都是用旗子的 好,那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看我们档案的大小 因为很多人总是会遇到的情况 档案开起来解析度不太对 好,那我们打开Photoshop 好,我把这两个 档案拉进来 那当你把档案拉进来的时候 我们都来看一下 好,点选 这一个 照片 按下影像 影像尺寸 点开 好,点开的时候呢 它这边写着 它现在的尺寸是 15公分乘以9.99公分 好,它解析度是200 好,那如果它这一张图 我们把它丢到 我们A4的档案尺寸 然后呢,印解析度300的话 这张会多小 好,那我们只好把这一个解析度改300 当它丢在A4尺寸上面的话 它的解析度300的情况 这个照片也是用成300解析度的话 它的大小是10公分乘以6.66公分的大小 好,所以当同学有些时候可能在印的时候 会觉得,诶,奇怪 我档案怎么印在A4上面很糊啊 那这个情况就可能会遇到就是说 噢,糟了,这个这么糊 那什么原因 就是可能你的解析度不够 所以我们可以在放进去之前 可以先在这边做一个检视 好,自己尺寸如果印到A4上面大小是如何 好,用这边去观看嘛 好,确定 就要看这一张影像尺寸点开 好,这边 好,这个重新取样比较狗 这边目前看来是121.92公分 乘以81.2吧 那解析度其实我们该要改300 好,它29.26乘以是9.51公分 好,它300解析度的时候 这个大小基本上就跟一场A4差不多了 好,A4印出来 解析度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可以藉由重新取样标钩 从这里改成解析度300 就可以确定我们印出来所观看大小 A4300解析度的话 我们会有人看到 还蛮精致的情况 这个大小解析度300 好,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检视 好,来,以上就是我们来检视 CMYK跟RGB的设定 还有向量跟点阵的差异性 还有如何在Foloshop里面观看我们照片的影像尺寸 它的设定 好,以上可以练习一下 好,这就是我们来检视 好,这就是我们来检视